2012年,在党的山农政策的帮助下,40岁的我成了个农民大学生,走进江西农大学习农业技术与管理,在学校里第一次知道了水稻直播技术,这个直播不是电视直播,而是把种子直接播扫到田里。 以前,我们种田,得先预秧,再擦秧,一个人一天最多擦一亩,学了这个技术,十分钟就完成,飞到家,我就在自家田里开干。 科技种田的田头,我是尝到了,一个人富了不够,还得带着大家一起富,从怎么选种,怎么吹牙,再到把种子种到田里去,要注意哪些事,我都手把手地交给大家。 还组建了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,把水稻直播技术推广到周边近万名农夫的田里,现在,我们的田里啊,从种到收,基本上是机械化,播种,喷药,用上了无人机,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,也成了无人机的飞手,一个人可以管一千多木田。